接任民主進步的第十七屆黨主席 正式扛起重整民進黨勤務 邁向新局的重則大電 我要先感謝在星期天的黨主席吳選 用神聖的選票交付我代理民進黨繼續前進的所有黨員情緒 有創黨的前輩 有青年的民主心苗 不分性別不分敵意 我會時刻提醒自己 你們投入票會的每一張選票 都承載著對我最深切的期許 我也要感謝這段時間在我進行全國巡迴檢討時 所到的每一個地方 願意真誠提出批判和建議的每一位朋友 你們都在愛你說真話 愛之聲 責之解 都是希望民進黨能夠徹底革新 再度監護起對台灣的責任 你們的每一張選票 你們的每一項建議 都將是民進黨再起的能量 我如比珍惜 心存感激 必定全力以赴 不負所脫 在此 我也要感謝陳其邁代理主席 從選戰結束 至今迅速不畏 穩住黨務順利完成黨主席補選的工作 也讓黨持續和社會各界對話 堅持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 堅持中華民國主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堅持主權不容輕患併吞 堅持中華民國台灣的前途 必須要遵循全體台灣人民的意志 我們會用最大的努力 來維持區域和平穩定的現狀 從今天起 我們就要實現這些目標 請大家團結合作